王昭君真的不能打野吗? 一般情况下确实不能 但是如果我们略微调整一下这个英雄的二技能和他大招的技能范围 那么王昭君还是可以勉强和韩信这种强势打野五五开的 就拿这把来说 想要玩好王昭君 开局就一定要先学二技能 因为我们玩的是打野 所以一级就要直接进韩信野区 被包围了也不要慌 直接开启二技能 其实我们的真正目标 是这个香喷喷的红把子 对面的装招我们不用管他 先打这个香喷喷的红把子 略微拿到一点整级优势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勉强和韩信三七开了 我三他七 直接开启大招 勉强带走韩信再带走他的两名队友 可以说是非常的合理 如果对面韩信的意识比较好 后期遇到逆风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略微多放一些防御他 防止对面的韩信过来偷他 可以看到改动后的王昭君 虽然和韩信这种强势英雄 还有很大差距 但还是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牛皮